男人啦啦隊女生李珠瑩近日傳出可能來台 加盟啦啦隊的消息引起部分南韓球迷的不滿 沒想要李珠瑩9月的所有應援活動日前突然被取消 原因是因身體不適需要住院治療讓粉絲非常擔憂 關於她來台的傳言知情也是透露 雖然台灣方積極接觸 但合作細節尚未敲定存在許多不確定性 韓國YouTuber Wasi-Sangmi-Shi指出 一些極端的韓國球迷因為李珠瑩可能被挖腳來台而感到憤怒 甚至揚言俱買台灣產品還要抵制台灣旅遊 他們指責台灣用錢挖走南韓的啦啦隊員 表達了強烈的反感 不會有另一票球迷認為南韓啦啦隊的工作環境和待遇都比不上台灣 因此支持李珠瑩來台尋求更好的發展 對她的選擇表示尊重 自己成為台灣的家族 我不會有機會 你們想看 很公平 有